新疆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希磊 在这个电影里,实际上你演的是一个公主,是吧? 对 但是可能功夫不是特别好 她是一个就是很自以为是 功夫不好,但是自己就觉得自己很厉害的人 那觉得很厉害是因为其实旁边有很多人在帮她 解决一些她惹出来的一些麻烦 所以她就是很自大 但是是一点都不行的,其实 那这个人的性格跟你不太一样 其实多少也有一些影子吧 因为她是其实,虽然她是一位公主 但是她是蛮坚强的 她不想再被关在一个地方 其实她可以嫁给皇上 但她不愿意做那件事情 想去追求自己的幸福 所以就是去闯荡江湖吧 那让你演这部戏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觉得当然是组合很好 而且朱导演从来没有跟她合作过 那觉得偶尔演一部喜剧也是蛮有趣的 那当然赵老师啊,沈亿啊 然后曾大哥他们,杏哥他们都是很优秀的演员 所以我就想说尝试看一个不一样的角色 那其实感觉你演喜剧片不是很多 对,因为其中一个原因我不太敢接喜剧片 是因为我自己没有什么幽默感 所以不知道怎么样去感受那个 就是戏里面那个幽默 那你跟他们通过这几位的合作 刚才朱导演也说这是喜剧的F4嘛 你觉得跟他们在一块对你和对喜剧表演上 有没有一些新的认识和了解? 像沈阳跟赵老师,赵老师我是没有跟他有对手 但是沈阳的话就是当然大家都知道 他在舞台上二人转就是很有趣 很搞笑 那那是平常你跟其他电影演员就是他不一样的地方 那从他身上也学到一些东西 那曾大哥的话当然之前有跟大家合作很多次 但是所以也蛮熟悉的 那主要是跟这些演员在现场的时候心情很轻松 小水扬可能是对于不太熟的人会很内向 那他一开始你跟他第一次见面 他给你印象是什么样的? 那时候是记者会也是很害羞 那我本身的话我对不认识的人有时候也是不知道应该讲什么 所以这方面是蛮类似的吧 但是接触之后拍了之后其实他蛮亲切的 只是有时候可能跟我一样不知道怎么样去表达 那就是你跟他到后来慢慢数了之后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跟一开始不一样 其实他是一个很轻松很随性的人 只是你要花一点花一些时间去跟他相处吧 你觉得这次演这个片子和演那个摇条绅士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 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像当然就是除了是古装时装之外 剧情那些的话 红磊的话他比较是 因为像大侠战互里面的演员几乎都是喜剧演员为主 那像那个跟红磊演摇条绅士的话 这是一本 这是一个像喜剧 我们是把他当作证据来演 但是比较轻松一点有一些爱情的因素在里面 所以是完全不一样 而且大侠战互有些武打的戏嘛 那个对我来说 一开始有点困难 因为我没有武打基础 但是还好平常有做运动 所以就当作在做运动 那你好像说在偏长的时候 还不太适应偏长的那个饭是吗? 对因为谁说的 以前台老师你说过吧 不太习惯他帮你 因为我吃的东西比较淡一点 但是这个剧组对我很好 因为就是会照我吃的那个口味 去帮我专门去叫不一样的饭 不一样的那个味道 那你就是听到 比如说像小晨阳他们东北人吗 提到东北一些饭 他们有没有跟你说过 比如说他们说吃的什么 像今天发布会上说那种乱炖 什么特别好吃 你会不会对这个东西会有好奇呢? 会啊像明天 今天晚上就会去那边 所以我很期待 去尝一下东北的东北的味道 因为看你博客 我就感觉你是对美食非常有兴趣的一个人 我是其实不太挑食 但是我很享受吃到美食的感觉 也会想要去知道 就是每个地方他当地的特色 那看你微博嘛 然后之前说我提到 安吉亚朱丽和那个女客 旅客 专门那个那个女客 你说你特别想看这个片子吗 我很好奇 你为什么会对这样一个电影感兴趣呢? 主要是两位演员都是我很欣赏 Johnny Dubb其实从以前 什么那个 Edward Scissorhan 然后之后拍一些 比较我觉得比较小品一些的电影 到后来最近几年 他拍一些比较商业的电影 我觉得他的角色变化很大 而且他一直都是很会演戏的演员 到现在也是票房的保证 那当然很想看那篇 然后Angela Jolie也是 也拿过Oscar 就是最佳女配角 然后一直几乎他的每部戏都有看 那刚好两个人 有这样男的的机会合作 一定是我想期待 一定是我会想要去看的电影 那SAL也看过 就是那个Angela Jolie SAL 特工 特工 那个也蛮有趣的 而且你看过了吗 我看过 而且到最后就是 应该会有续集 所以那个也很期待 因为比我想象中的 有娱乐性 那那样的一个 女特工的角色 是会是你愿意去尝试的吗 这个应该是可遇不可求的吧 因为这种角色 大部分在亚洲的话 甚至在美国 几乎都是男演员的天下 那Angela Jolie 可能是因为她最近几年 就是她第一位 因为我听说 这部电影之前是给 Tom Cruise 帮她量身定作 但是可能一些某些原因 却为了Angela Jolie 而改成她的角色 所以我觉得是很不容易的 但是很难吧 遇到这么好的角色 范冰冰说有一个电影 比较秋景 也是类似于想要以这个形式来拍 让她来演 所以说如果是 运气好的话 还是可以遇到 对 对就是因为毕竟在亚洲 以女生 女演员为主的电影 其实不是那么的多 所以 像美国也是最近几年 才越来越有 让女演员选择的角色 所以 就是看了 看怎么样 看状况 你以前你还说过 挺喜欢那个沉默的高扬的吗 沉默高三次的蓝 对 因为 其实很 我就有一点很好奇啊 包括你的学弟 你的学位 也是非常的优异 那其实你呢 喜欢的也是一些 很有深度 起码是 在娱乐性方面 就是 就是不是那么 很非常简单 那种那种角色 但是实际上呢 可能是 也许像像你说到 包括现在亚洲的 整个环境 造成的就是说 女演员可能找到一些 特别适合的机会不多 那你 遇到这种情况的话 你是一个 怎么样的感觉呢 其实当演员 很多时候是很被动的 真正好的剧本 或所谓的代表作 其实真的是 我觉得实际很重要吧 你可能拍了很多部片 但是 不一定是每部片 都 你都会喜欢 当然就是 但是没有什么是完美的 那 呃 呃 呃 我觉得 这方面就 我觉得当做 每部片 都是在学习 不管是喜剧好 剧情 呃 就是任何 那些 drama也好 都是 当做一个 新 一个 就是 学习姿态 来去体验 不一样的角色 不一样的生活 那你说 好的角色 真的 真的是看缘分 那你接下来是 有什么样的情况 接下来就是 明年才会拍戏吧 因为我之前拍那个 呃 呃 夺命心跳 在西安待了 一阵子 蛮累的 呃 可能就是日夜颠倒了 两三个星期 呃 所以之前在调试神听到之后 就现在看一些 看一些本子 明年才会再接戏 好 谢谢